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同仁们 合作者 我们在全世界对于绿色金融充满热情的同行者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融系统的一个转型 我们现在要看一看 我们在这个银行 行业 这个新兴市场的一些分享 那么我们这个会议是以无中语言 包括中文普通话在内的同传在进行录音 那么就是我们就在一边 我们会有及时的回答答案 如果您错过了哪个分会或者是视频的话 可以就上我们的网站来就收看 我们的分会还有视频 还有推特也可以进行实况的参与 我们要谢谢这个赞助商 那么在今天的第二个分会 我们有四名演讲者 一个是来自荷兰央行的Frank Anderson 这个先生 就是他在欧洲来言 这个做了在这个绿色金融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么我有一个宣布一个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绿色金融的奖杯 就是给了这个做的最优秀的 这个金融从业的人士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奖项 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更好地了解我们面对的挑战 特别是央行还有金融从业 我们面前面对的这个挑战 我们知道如何往前走的话呢 我一会要问一下Frank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第二位讲者呢 是来自日本金融服务署的Sotoshi Nikita先生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金融业或者是保险业的情况 第三位讲者呢 是Richard Achille 他是在世界上第二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叫做Site Street 然后第四位讲者呢 是Azoha Odaro 这位女士呢 她是我们的这个绿色和社会债券 这个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就是如何驱动这个标准和透明度 做了很大的工作 很多的工作 那么在我们这个面对数亿万一纪的这个绿色债券社会责任 还有任性这个债券 那下一个 下一个债券就是一个叫做转型 就是过度债券 那么现在有请我们第一位 很优秀的讲者 我们分享 就是这个如何往前走 我知道您和您的同仁呢 这个都做了很多工作 我记得呢 当时呢 我跟您这个 针对这个我们面对问题的一个对话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过去并不能够为我们提供往前走的指导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以后怎么走 那您呢知道已经做了一个就是写了一个份报告 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旅程好吗 谢谢 谢谢 那么您是把这个观影这个奖杯 我也不像奥斯卡讲的或讲人那样呢 夸夸其谈 我不想那样做 那么就谈到呢 我们知道呢 我们全这个人类的就是这些动物啊 普鲁动物等等 从上个就是就是过去几十年中呢 已经这个从上个世界70年到现在已经下降了68%之高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可怕的数字 可以这么说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天早上呢 我们在这个三藩市啊 在镇金山 美国镇金山呢 在街头上呢 这个跟行人呢 就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那他们就说 就是这个面对我们现在面前的一个变化 那么说你也知道 我们是我们有一个道德的责任就是不能对此感到悲观 我们大家 我们必须往前继续往前走 所以呢 看到我们的做的工作就是过去几年当中 现在我们前世纪 我们前世纪已经有了69名成员国的这个加入 还有13个观察员 也包括来自这个IMF的 这个观察员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 我觉得我们的过去几年当中呢 已经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这个金融行业 所以我们在这个金融行业 我们跟央行啊 也是有大概有三到四个啊 央行还有三分之二的啊 我们的这些同仁们 那么呢 我们现在走到一起 还有呢 其他的这些啊 志同道合的一些啊 金融从业者 我们呢 有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 在未来的三两三年当中呢 我们央行都要在一起做这个事 那么这是说我们俩要做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呢 就是做的一个 卖的一个特别啊 就是说卖出了礼仪大步呢 这就是想想想 显然呢 啊 重要的是 面对很多啊 一些啊 啊 怀疑的态度 啊 在我们的央行当中呢 啊 啊 我们要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审视和评估这些金融的风险 比如说 啊 啊 从实体方面的风险 也到这个转型方面的风险 过去的两三年当中 那么就是说 我们要迟到这个机制 就是我们要考量到各方面的这个危机 包括我们面对的这个转型啊 啊 的当中的危机 啊 不只是要面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啊 啊 议题 还要方方面面 都要去审视 那么 我们 有刚刚出笼的一个报告 啊 就是 我们的金融行业 就是 刚才说 通过刚才我谈到的一些渠道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会议的议题也很大 啊 不只限于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议题 我现在呢 回到您的问题上面啊 啊 知道我的时间有限 我们每个讲者只能是几分钟的时间 是的 气候变化 对金融行业带来的 这个影响 啊 所以呢 我们 确实 知道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 啊 我们 啊 需要 使用我们的知识 啊 这个最新的技术 来 看看 我们未来 省事未来 啊 带来的 风险 那么 我们央行呢 还有 这个其他的 基业啊 金融业的从业者呢 都要省事这些方方面面 未来 呃 这个 带来的风险 因此 不只是这个 实体的 物质 物体 我们的风险 而是说 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的风险 那我们要把学术界的啊 啊 这个 这个 智同道合者呢 在一起呢 去 讨论 啊 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样去分析 啊 这些风险 啊 然后继续往前走 那么 这就是说 永远呢 不能够啊 这个 满足于 我们 啊 的这个 成就 因为呢 现在这个世界 啊 确实是变化很快 我们要去说服 其他 抱有怀疑态度的人 啊 来说 也是要要往前这么走 确实是 是的 我们如何警示啊 啊 世人啊 啊 我们这个自然啊 啊 就是带给我们的风险 啊 是的 啊 您刚才提到几点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呢 啊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第二位讲者 来自日本的 啊 啊 Satoshi 那您 那您 看一看 您在这个 啊 在日本 做的一些工作 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我深感骄傲的是 嗯 我们 我们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可以说原始的成员国 啊 啊 我们 我们 谈到了几点 我们 特别感到骄傲的是 我们 啊 日本在开发这个工具方面也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我们 我们 比如说一个基于伦敦 啊 跟那个PLA 一起来去开发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不只是对金融行业而言对其他的行业也是如此有更有效的进行啊沟通交流啊 啊 嗯 激励他们啊 啊 继续这么做 啊 现在是说气候变化的挑战哪不应只是由金融行业来去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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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那么就是 那么我们就是要求金融行业呢在这个资金啊这个这个方面呢去做很多的工作当然资金啊啊是解决方案这个里面的内容之一而不是说唯一的解决方案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在审视评估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这个经济社会系统 就是如何的啊就是要就是要瞄准这个巴黎啊天气协议的目标而去啊相匹配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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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呢 那这个这个金融机构可能是比较近视啊 啊 啊 和金融机构呢 啊 想自保 所以呢 所以呢 啊 啊 我们日本的金融这个行业跟其他的这个行业一起合作 一起沟通 啊 啊 啊 因此呢 啊 啊 啊 我们也提出了啊 啊 一个倡议 进行一个场景的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对这个政策基金者我们也提供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啊 啊 一些措施 啊 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啊 啊 啊 就是我们啊 啊 的 日本的啊 啊 啊 这个金融机构呢 也是 啊 给金融的从业啊 啊 人 人 机构呢 啊 制定了一个指导的一个方针 对于这个金融机构而言 就是 这是什么 就是为社会增值方面敞开了大门 这是啊 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政策的啊 啊 一个所在 嗯 Sotuchi 啊 先生 你是不是说我们这个 比如说日本和欧洲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方式有什么不同吗 我的感觉是 啊 我们有一个一个 一个 叫做做 情景的一个分析的工具 就是 鼓 鼓励啊 啊 这个金融机构和 各行各业的企业 啊 啊 进行各种不同 这个 情景的这个 这个分析 我觉得呢 这个这个能源 这个 FS 这个金融服务呢 也是在这方面呢 也参与其中 啊 因为 我们就知道这个能源的FS呢 不只是用于这个金融行业 也可以啊 也可以呢 啊 啊 让这个 这个其他的这个工业领域啊 的人士来使用 这是 未来而言 所以我认为 他这就是一个 啊 一个重要的旅程碑 那么 谈到 啊 就是 啊 Frank 刚才谈到呢 从我们角度来看 就是 从对金融机构啊 啊 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 我们就是 看到呢 就是 在这个 怎么办呢 我们 现在呢 就感觉是像一个瀑布 行的 一个 啊 这个 情况 那么 说到这个荷兰啊 央行 您 啊 在这个荷兰国内呢 也就这个 啊 问题 啊 在实际场 层面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您的工作 谢谢 您给了我太多的容易哦 啊 感谢 那么我们在 啊 荷兰呢 我们几年前呢 就是建立一个平台 我也是这个平台的一个负责人 就是 就是 就像一个大的帐篷似的 我们 让所有的人 都 参加到这个 啊 都在这个平台上 啊 畅所预言 呃 我们 啊 我们 有几种方式呢 金融机构 那么 啊 这样做的 这样做的话呢 呃 呃 就是 我们 我们这个 就是 啊 沟通的 一个方式 就是 就是 让我们 啊 去 啊 给我们一个机会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作为央行也会让他们怎么去做 我记得四年前啊 啊 我们 我们在荷兰呢 有一个 规范 特别呢 就是呢 在 你看啊 当时在荷兰有ABCD呢 不同的呢 这个等级 所以你必须在哪一年呢 达到什么等级 所以呢 这是新的呢 方法呢 来呢 跟他们讲述的 哪一个呢 绿色的标签呢 是需要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 有这个标签 才能呢 来得到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为什么呢 很多客户呢 他们一进来呢 他们呢 才要 以呢 这个不同的绿色标签呢 来斟酌 他们要需要什么商品 但是呢 在私人的 产业上呢 基本上呢 他们是说 好的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就跟客户说 是的 如果呢 你想要 来做这个绿色标签的话呢 可以啊 我们可以给你融资 我们可以让你 我们可以借贷给你 这个呢 就是我们呢 这边在做的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呢 我们呢 要让 这些 投资人 还有客户知道 说呢 这边是有一个 呃 呃 危机的 过渡时期 但是呢 如果呢 你想要来 这个挑战的话呢 帮助你来融资 帮助你来融资 所以这是非常 非常简单的方式 是吧 在全部的地方 呃 特别呢 是我特 即使是我们的这个新兴市场 这个新兴市场呢 当然呢 可能呢 会比已经原有的市场呢 更多的机会 甚至是更多的困难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更多呢 这个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会说呢 首先 我们必须要确保 我们有很多 呃 世界上不同的这个参与者 不仅只是说我们欧洲啊 欧盟啊 其他地方 我们希望呢 从一开始呢 就有很多参与者一起来共襄胜举 所以 我们希望从 啊 亚洲啊 非洲啊 美国啊 都是有参与者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呢 这个多元 方式 所以呢 不仅呢 是现有的经济啊 或者是现在新兴市场经济啊 等等之类的啊 所以呢 就是全部的地方呢 都是呢 在合作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像各斯大利加 那里加的例子呢 是非常有趣的 当然 中国也是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再次的 全部人呢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呢 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呢 但是呢 我们并不需要都一样做一样的事情 做一样的创新 一旦呢 我们呢 呃 都 进了这个同个台面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想说呢 谁要做什么来做不同的合作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详细的数据 有关于这个能源 所以 已经在市场上可以来做使用了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做的 啊 我知道你刚才有 讲到呢 呃 可能有些呢 危机还是有些是有缺口的 那我想问你啊 啊 不同的这个情况下呢 有不同的情况是不是 那皇上请问一下 呃 池田先生那请问一下 那日本有什么想法吗 是 这个当然我们是要以全球为一个基准 我们呢 必须要来以全球化来做这个基础 首先呢 呃 在我们进入呢 当地的 市场之前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呢 在全球上来看呢 这必须是实在 这个呢 是实在必行的 所以呢 我们呢 先看一下 呃 欧洲呢 是怎么来做 这个 怎么来处理呢 这个气候变现危机 然后把它衍生到全球上 我们呢 你讲的没错 我们呢 正在计划 希望呢 可以有更多的数据呢 来当基底 我们也要很多不同的当地的数据啊 日本的数据啊 中国的数据啊 其他数据等等的 所以 像呢 如果呢 像这样子的话 像一样的 在印度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系统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的数据系统呢 来做更好的这个推测 所以 但是呢 我们目前呢 基本上呢 数据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只能有有有有限的 有限的这个数据来做 所以你刚才讲的没错 在日本 日本呢 当然就是刚才你讲的在这些 呃 过度债券啊 过度金融的 呃这个 呃 建筑上面 特别是呢 在金融 这个是呢 软实力的 软实力的这个 就像你讲呢 是我们中央银行啊 像您呢 也是日本金融服务局首席的财务官 那我想请问一下 日本的 这个呢 银行的跟中央的这个观点 来看的话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未来呢 特别是在这个可持续经济上面呢 你觉得我们的总观的方法是什么 特别是在整个金融上面 不管是保险呢 其他等等上面的 是 如果我们今天的这个研讨会上面呢 要讨论全部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全部会一言盖瓜 我觉得呢 日本呢 我们呢 现在当然是呢 还在 起草 有任何的过度转型经济的这个草案 我们呢 希望可以来发展出这个不同的分类法 我们呢 需要其他的倡议呢 来融资金融 来 达到呢 我们的需要 因为呢 我们呢 这个上面还是有一些阻碍的 所以 过度的经济呢 金融呢 我深信 会让这些 的绿色债券呢 可以呢 更 一致性 而且呢 来监控呢 我们呢 这些绿色金融转型 以至于 可以让我们 这整个金融产业更稳定 而且呢 跟我们的 巴黎协定呢 更共同一致 这个呢 是非常有包容性的呢 这个方法 对于经济来说 特别是对于我们的 金融排放的这个目标 这个呢 是我们呢 一直在做的 一直在计划来做的 这个呢 可以呢 运用到我们呢 未来的这个经济市场 而同时来说呢 我们呢 也要来创造出呢 共同的这个价值 这种价值呢 在我们的环境上面 但是呢 同时 我们又可以 制造出一些金流 这个呢 就会 是一个非常双赢的 这个局面 谢谢慈田先生 好 最后我要讲的是呢 最后的我要做一个小节 的评估 在Q&A上面有人问说呢 那请问一下中央银行呢 跟这个新兴市场 跟PPOC呢 在中国的 他们呢 基本上是有在评估 那个绿色市场 那我要的问题呢 是说呢 那请问一下 你们觉得呢 这个全球的呢 这个走向呢 再来呢 会是什么的 方向 那请问一下 我们下一步呢 特别是在 不同的方面呢 来做互动 你觉得方向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们要做的是呢 我们要确保 我们要确保 只要呢 有很多的中央银行呢 一起来参与的话呢 我们呢 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 这个计划 很多不同的这个分裂方法 这个呢 这个呢 跟很多有关系 不仅是跟我们的政策啊 跟我们的这个模式啊 走向 这是整个呢 一个总国来看的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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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议程里面很重要的项目之一 你呢 如果呢 要需要有这个绿色金融过渡经济的话呢 你一定要先让 世界上的人先接受嘛 如果没接受的话 一切都是空谈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呢 呃 需要更多 需要更多的呃 倡导 需要更多的宣传 然后跟 各位解释 大家解释说 为什么呢 从我们观点来看呢 绿色转型经济是很重要 绿色能源很重要 我们要跟他们很清晰的 来解释 所以呢 他们才能计划 计划以后才能来做实施 实施后才能来做管理 所以呢 我们必须 我们需要 对未来的这个政策呢 更有呢 这个清确性 更清晰 当然 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呢 用自己的 的话来做阐释 跟他们解释说 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当今所需要的 我们呢 必须要有一个绿色 可持续性 的 这个环境 这是我们的 手区最重要的一点 而且呢 我们要不断的呢 来讨论 不断的呢 把这个中心思想呢 呃 倡导给各位 而且呢 要在我们的不同的角色上面呢 来呢 不断的促进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上面 所以 再次呢 如果呢 我们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呢 必须要有强而有见的 这个金融系统呢 来做一个背书 而且 就像我讲的 我们要不断的来跟这个 一般人解释说 为什么这个重要性 来 解释 好 来解释 跟不同的机构来解释说 这个的重要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的 就像你讲的 不仅呢 只是金融 这个呢 是整个的经济圈呢 都必须要做改变 我们呢 当然不可能只是靠这些金流的流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呢 是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的问题 因为现在呢 我们呢 在 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现在啊 哇 我一个在加州的朋友啊 他觉得现在是这个 我们身处在一个很恐怖的这个 时机 加州你看现在在野火嘛 所以他觉得呢 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呢 气候的影响呢 是很大 而且是真的在发生呢 所以呢 我们呢 在这个设计上呢 跟很多不同种生物一起来生存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 我们要呢 来 重视这个问题的原因 好 希望 谢谢各位今天享受今天的这个讨论 谢谢各位 希望我们在不久未来能够再来讨论 好 呃 Nick教授 我想问你一下呢 你有没有任何呢 呃 其他的呢 你有很多呢 这个呃 很好的想法 对这个绿色经济转型 我想问你啊 你觉得呢 呃 你有没有什么任何的计划呢 不管是我们刚才的这位 呃 荷兰的这位先生 或者是日本的这个 词田先生呢 刚才所提出的 是的 再来呢 我们呢 之前 na 这个 呃 杜塏拥交所管理的这个系统里面的 我们的手席官呢 呃 我们呢 的确是有很多 这个 议程的 有 我们呢 目前呢 管理的呢 大概是3万亿的 这个美元的资金 我们呢 必须要提供呢 我们客户想要东西 我们呢也必须要提供我们客户的这个领导 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举例来说 我们呢也直接呢来提供呢 我们在合作的这些企业呢 来帮助他们呢度过呢这个经济后呢 影响转型所带来的这个危机 除此之外呢我们呢也要让呢这些需要资金 而且有资金的人呢来做连结 让他们呢可以接上轨道 因为呢绿色的转型的资金呢 一切呢都是必须要有跟金融 你要有这些资金呢你才能来做改变 所以呢我深信呢这个金融呢已经在流动了 资金已经在流动了 当然呢他们呢是需要长久的这个投资 而且呢也需要呢有这些的财富呢来管理 而且他们呢希望呢这个是非常有持续的投资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可持续性的信任性的投资 特别呢是在我们的这个绿色金融上面 因为绿色金融呢跟我们的公共基础建设呢 还有呢我们一般的建设呢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这个一样这次的都是一个长城的一个互相的结盟 另外一个的方向呢我要讲到的是呢 你有客户或者是有些机构呢 他们呢是非常希望可以用他们的金融来 来这个世界做些改变的 他们呢是需要 无条件式的的来提供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他们需要长期的在世界有回收性的投资 这个呢让的投资呢在我们的投资产业上面呢越来越多见 所以我们必须呢为了要来满足他们的的需求 我们有很多的新的产品呢已经来推陈出新 我们呢必须呢要给他们很高效的 而且是符合他们需求的这个产品 而且呢我们不可以呢错误的呢来销售给他们这个不对的产品 特别呢是在我们这个可持续性的经济上面 所以为了呢这一个目标 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才能来成功得到 你看看有讲到呢有些的这个新的金融资金 但是呢我想要呢让我们的投资者知道是说呢是的 我们要投资的有正确的方向 是当然呢我们呢这个呢是跟法规都有关系的 我要讲的是呢在我们的这个道富的全球管理上面呢 我们呢当然是跟所谓的呢这个绿色的资金 过渡资金还有我们的绿色的这个支援呢 还有的危机管理是细心相连的 所以经常来讲呢我们呢常常是使用呢这个绿色债券的 来呢导向把这个金融呢导向正确的方向 我们呢不仅呢当然 因为每一个世界上面的金流呢还有市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我来做个总国呢基本上是不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在欧洲啊在其他的国家呢 他们呢这个的现代的利率呢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呃有时候呢这些的债券呢是经由不同的机构来做的 有时候是经由政府 我们呃有关于很多问题是有关于这个新兴市场 他们的所需求是什么呢 特别是像这样子像是德国 我想请问一下这些新兴的市场呢 他们主要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主要搜寻的是什么项目 我觉得呢 很多呢这个新兴的市场 都是有他们特定的想要需求的投资方向 不管是长期或短期的 当然我们呢必须要让这些的投资呢非常有 呃非常是有这个吸引人的 因为呢基本上呢他们是希望呢可以有快速的回报 所以我们呢当然呢是希望他们的投资呢是持续性的 而且是稳定性的 那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呢提供到他们正确的这个产品 所以我觉得呢你问我说呢这个呃 如果呢以绿色债券呢进入我们这个新兴市场的话呢 我觉得呢这个卖点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绿色债券呢是非常稳定 而且呢是非常可信性的 所以我呢你如果你今天问我呢 如果呢我在未来2030年的话呢这个新市场的投资呢 他们在哪一方面有 有兴趣我的答案会是说呢他们呢会是比较希望在有可持续性 而且是稳定性的可投资上面 那我想请问一下在目前的这个经济的情况下 特别是呢我们就与我们这些的新兴市场 想请问一下呢 呃地方的这个不同的需求跟全球的需求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是的 我觉得呢 很多呢在我们的呃的新兴市场呢 现在都已经变成了非常稳定的市场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呢呃有意义的走向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呃非常在过去15年来呢 这个金融市场里面的非常好的呃有意义的这个方向 这个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呢可以稳更稳定我们的经济 而且呢可以把我们从过去的这个稳定性呢延展到我们未来 当然目前呢是因为这个呃新冠呃疫情的影响大部分的投资者呢 只能在家里投资没办法出门 当然 你说呢呃最近呢有关于这个呃长城的这个投资呃越来越多的 就这个有兴趣特别在新兴的市场上面 所以呢 那一样在这个上面你觉得有什么想法呢是 说呢呃这个呢是呃1912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奥大利亚呢 有呃做了因为他们有财政危机就他们那时候的发行了100年的政府的百年债券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一下呢100年前当然呢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当时的这个现金流也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啊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些 这里有回应那请稍等 。。。 即使得很好 Ну beraber 他 �� ボ 这 拍摄 aha Creating 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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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私人的跟我们讲说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呢,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呢必须确保呢,我们的不管是私人呢,或者是这个企业,或者任何的机构,我们呢是享有共同价值。 所以呢,第一个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呢,就是在我们绿色的呢,这个债券,谢谢再次的谢谢这个CBI呢,这个绿色倡议,这个债券组织。 基本上呢,这个组织呢,基本上呢就是呢来帮助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市场。 所以呢,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发行呢,当然那个时候发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两个市场。 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呢,已经有超过呢,这个律师的债券呢,已经有超过了,有60一种币值,而且这个价值呢,超过了600亿的美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不断的是上升了。 所以呢,在过去的两年呢,我们呢,也有发行的9种不同的这个律师债券。 所以再次的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呢,很显然意见呢,是一个不断新兴的市场。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呢,提供呢,这些呢,投资人呢,他们呢,这个一个呢,线上的危机的呢,这个,呃,这个平台,这个估计平台。 我们有超过的,超过呢,这个110个效率的呢,呃,这个平台呢,来让我们的投资人来做使用。 除此之外呢,我们呢,也有呢,主要的稳定者呢,就是有其中两个是,我想要呢,来做呢。 就是呢,就是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其中之一呢,这个律师债券系,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态债券。 好,这呢,这高达了两,高达了20亿的美元。 好,这个呢,在基本上呢,也是由其他的机构呢,来发展,发展在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除此呢,这个的债券之外呢,我们呢,也有其他呢,这个呢,呃,技术的发展,这个基本上呢,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你要有债券嘛,这个金融嘛,你才有来,呃,技术发展。 所以呢,他们呢,他们呢,才能呢,把这些,呃,债券呢,可以到我们这些金融机构,这个金融呢,才会来做流动,这个最近才会流动。 最近呢,我们呢,也呢,呃,另外一个跟我们SHSBC汇丰银行呢,来共同发行的这个债券呢,我们一开始做了。 这个呢,债券呢,也是真实的金融的债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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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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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回想到我们上个世纪 遇到的金融的风暴危机 我们当时看到了和美元相关的 一些货币方面的一些风险的出现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政府 那当时之处是这么思考的 那么同时呢是谈到这个新市场 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情况 对于金融机构来讲 确实是这种情况 对于我们日本而言 谈到一些本地的补贴等等渠道 谈到存款和贷款的这个比例问题 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这个有两种货币的一个基金 平衡的这个时候 就出现了很大的风险 所以这个对于当地货币的这个债券 货币本身的风险呢 货币风险 怎么去管理这种风险呢 日本银行 和当地的央行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为银行的分行 提供贷款 那么就是说 为这个证券提供退出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矿债正在呢 为建立这个框架呢 而做一些工作 那就是在东盟 这个方面的一些工作 好 谢谢您的这个分享 看到日本的情形 我知道呢 GPIF呢 正在对于去年呢 一年当中在绿色债券方面的大量的工作 你觉得这个 看见日本市场是不是有增长的情况呢 你觉得这个跟荷兰还有北欧 有一个同并存的这种情形 特别是对于消费者来讲 谈到的这个风险 不只是 是气候变化的情况 这个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 所以也展示了 比如说像退休金 啊 这个基金的情况 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重要的考量的 啊 一些要素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资本 各股的资本市场都是如此 那么就是说 你 就是有点像一个 广泛的一个 我刚才说了这个日本的情况 跟荷兰和北欧的情况差不多 因为您是基于美国的一个基金的经理 你觉得日本和欧洲啊 是确实有并行的情况吗 这个我们知道呢 现在我们有不同的意见 特别是政治层面上的不同观点 对吧 那么是 是美国这方面 比如说对于这个公共的基金 他们怎么如何的 去分析未来的风险 谈到财富 这个管理 这个美国的 这个有钱人的 那么他们对于财富管理 方面的一些考量 那么谈到这个 比如说 硅谷 那么像 苹果 它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呢 去 拿一种观点 说所有的事 对吧 因为比如说 美国有不同的一些机构 那么也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比如说 美国和欧洲之间 我们在政策 这个采取的 一些情况呢 并不是呢 就是一概而论的一个情况 谈到一些公司 比如说一些大的公司 CEO 的他们的体会 谈到政策的制定 和政策的这个评估 那么他们对长远的这个计划 他们的这种做法 你觉得是正确的吗 是的 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呢 你呢 只能说去预测 这个政策的出笼 这个事实本身也在变化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可以说一些 比如说一些民族主义 也在抬头 那么如何在考量这些风险 所以他们也在考量 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化 就是对于这个气候 这个温度 这个上升一到两度 一到两度 但是我觉得呢 应该那个为数不多的人 会认为未来的气温 不会上升 所以呢 谈到这个欧洲的几个国家 他们的一些考量 您说呢 我们 昨天呢 我跟几位嘉宾 也谈到 有关转型 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的 一些计划等等 谈到的这个工作的方式 您是怎么去看的 那么如果我们去考量 未来长期的一个发展 一个还有稳定的 一个因素 那么 就是我们 如何去 扫除 投资当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当然也知道 这个大众商品 的情况呢 针对 在这个天气 气候变化的情况 之下呢 也有不同的考量 要考量的更多是 这个长期的一个视野 就是觉得这些个别国家之间呢 这些辩论 所以我觉得呢 您谈到一个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时候 我们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峰会 也会谈这个问题 那么Denise 我想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是这个 在这个新兴市场的 这些国家 他们朝着 像这个 这个 是可持续发展的时候 你说挪威啊 英国 瑞典呢 他们可能感觉呢 这个天气 这个天气 这个天气变化 对他们带来影响更大 那应该我们怎么办呢 是的 您提到的 比如说像非洲这样的新兴的一个 经济 是这个 一个 就是他们确实是 在这个对抗气候变化的时候 他们会更为 这个疲软 无力 所以呢 我们谈到金融行业呢 我们 也要看到 我们面前的 这个机会 比如说 我们怎么如何走出 新冠疫情的 这个阴影 等等 所以呢 如果说走向 绿色经济的时候 我们 这个 这个 我觉得我们也要找远 一具 这个行业当中的 机会 因为我们 说了现在到未来 到2030年的 这十年当中 我们是 还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如何要 做的工作 就如何要 尽量的去减轻 这个 气候变化带来的 一些负面影响 您讲的很对 好的 那么 那么 Richard 你觉得对于我们 这个 有两千多个人 参与了我们 这次大会 所以可以看到 他们的热情参与 您是怎么看的 你觉得我们要 大家要去考量的 一定要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 做好准备 面对我们的转型 我谢谢你们几位嘉宾 也是感谢你们在这方面 做的一切工作 让我们向好的转型 前进 Denise 你听到了刚才 就是有谈到世界的这个资本市场 我特别担忧的是 任性 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气候变化 带来负面影响的 那么一个任性问题 就是说 这个发展银行 扮演的一个角色 对您来讲 还有发展银行来讲 他们下一步应该做的是什么 我们扮演的 一个角色 一个第一 是多种的 其中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展示的 那么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这个出笼了 可以说 资本市场的 一个最成功的产品 那么就是说 我们怎么去看看 这个产品 像这个 我们的同仁们展示 这个看看 这个产品 是可行的 而且呢 这个鼓励更多的来自 私人 这个行业的资金 来注入 我们这个 绿色经济 转型经济当中去 我们也看到 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 协助界的一些 其他行业的人的参与 这样的话令到我们 能够呢 这个敞开这个机会 这样的话就在我们的这个 比如刚才谈的一个新型市场 他们能够看到我们做的是什么东西 做的工作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绿色针对香草 产品在这个证券当中 有 我们的每年的这个产品呢 是高达七百亿金额 所以呢 所以我们在这个多种货币的 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是 毫无疑问的是 我们现在呢 还有一个零售的产品 零售和社会 没有几个公司呢 去做既做零售 又做这个社会 产品 所以我们呢 就是这两种产品 那都会展示给大家看 是可行的 Satoshi Satoshi先生 我们谈到我们这个 日本的情况 谈到这个绿色的债券 有很多银行 在日本呢 他们是喜欢这种做法 所以对于这个发展的成熟的这个市场 你觉得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呢 你说这个 我觉得呢 应该给我一个像我这样的一个公民 把手上的一点点钱呢 怎么为了 怎么为了 未来的转型 这个 而做出我们的一个微小的一个贡献 比如在印度呢 推出了一些产品 推出了一些产品 那么 环视全球的话 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确保 就是成熟市场 发展市场的这个国家的银行 如何呢 走在这个变化的前头 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情形的分析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 在您的市场里面 怎么如何 这个 在这个 让日本的投资者更容易呢 就是 加入到 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 来开发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成品 让这个日本的公民 也可以参与其中 我就希望您能够给我们提供帮助 您怎么想的 我是不是可以开个玩笑 你这个美元的一个产品 如果是绿色债券 用美元来发行的话 那么 因为现在 在资产债务 确实有一个货币不匹配的一个差距 可以呢 就是用美元 来发行这个债券 对吧 当然我说的这个是个笑话 如果没有减轻风险的情况下 日本投资者呢 对于外币的投资 日本的现在的利息特别低 存在银行的话 赚不了什么钱 正如您刚才说 在日本呢 很多投资者呢 对这个 可以 这个 得到高回报的产品 的胃口挺大的 如果 如果 我们这个产品 在日本呢 是 可以 投资的话 那么就是说 我想日本的投资者 对这些产品是 会踊跃的参加的 所以我觉得银行们呢 银行呢 要对这个货币的风险 加以控制 所以呢 就是 对啊 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呢 我想这个 绿色债券 在世界上 就能够得到更 更多人的青睐 但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系统呢 我们能够 能够控制 所以要意识得到 就是 Denise 还有 Sotochi 谢谢你们这个参加 这个峰会 Frank 他们现在已经走了 但是也谢谢他们两位 参加 这个 峰会 我们现在能感觉到呢 这个大象 已经 在行动了 日本 日本也是这样 欧洲也是这样 我们 现在 在 要各个市场 要听到 这种 往前走的声音 谢谢你们 听众 来参加 本会 再过 20分钟 我们要跟 摩根 这个大通 银行 CEO 会跟我们分享 之后呢 我们下午 还有两个峰会 再次感谢 Denise 和 Satochi 我们继续在这个道路上往前走 谢谢 谢谢